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最后一堂课 我们讲最后一个 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的方法 你入到这样的一个道场来 你应该要获得怎么样的利益 这是应该要有的 不然来道场干嘛 这个经文 他提到184页的第三行 右座四孽 那就刚才讲的 你在这三面中再进一步 我当见虚空骗法界 于十方国土中行菩萨行 念念明达一切佛法 正念现前无所取详 这个地方你注意看 这个是智政觉世间 那在华言三妹中 这个叫方王三妹 他念念中 可以进虚空变法界 十方国土他都能去 这智慧越平等 他就越广 越有附带条件 他就越小 只要有条件 就有限制嘛 他没条件没限制啊 那就广泛了 所以十方国土他都可行 你只要有一点点条件就不行 所以在这里啊 他所给予的 佛法所给予的 是无条件 你讲平等是什么 平等就不附带条件 爱众生 你要怎么附带条件 爱 你要怎么附带条件 爱没有条件的啊 我只是爱而已嘛 那还讲什么条件 所以我们把红包给 是不是说 我给你一拜 红包给你 我红包给你 我给你一拜 我给你三拜 那是错误的语言模式 你的心不是这样 可是你的语言错误 可是精法不是 精法的语言是非常准的 精准 所以你要留意到 爱众生 爱三宝 爱成佛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所以你要留意到啊 在三昧中 是不附带任何条件 因为条件是你大脑的产物 大脑的产物 我为什么要工作 要赚钱 当你的工作是没条件的 不是赚钱 那你的工作就完全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说到了第一 生命到了第三期啊 第一期啊 是还没结婚之前 在父母的家里 那个时代啊 你是孩子王 吃饱饭一丢就走了 所以妈妈会收 从备丹里啊 这种天气啊 装个洞啊就溜出来 那个庸还留在那边 对不对 那我就出去啦 所以妈妈会帮你整理 折棉被啦洗衣服啦 那孩子王啊 所以有时候爸妈也会发脾气喔 就被捏捏就好了 所以爸妈的脾气叫碎碎捏 对不对 但本质上你还是孩子王 结婚就不一样了 结婚以后是第二期生命的开始 两个孩子王在一起啦 那条母的也是从庸里头溜出来 这条公的也是从庸里头溜出来 然后棉被丢在那里 就你看我我看你啊 看到晚上就打起来了 不是吵起来而已啊 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人与人相处很重要 真正的生命通常从这里开始 而这一种通常啊 是你的灾难才开始 真正这个地方要开始 前面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结婚之前五年到十年 要先有婚前教育 跟值钱教育 因为你必须要工作 这个工作啊 是要赚钱的啊 然后你会结婚 有个壳在 不是买房子的问题啊 有个壳啊 因为那个 那个 你的叫那个叫先生啦 蓝的叫那个叫太太啦 就那个喔 他会常常跟你吵架 别人不会跟你吵 好 别人反正要不要都是戴面具跟你说很好 每天见面都你很漂亮 你到底真漂亮假漂亮 天晓得 因为总不能见面说你今天不好看啊 对不对 更不可能说你今天很丑啊 所以一定说你很漂亮嘛 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美还是假美 大家都叫美啊 真的美吗 不是啦 这个时候面对的是真实性的问题 两个孩子王的性格拿起来啊 你要如何调理好 同样的 你去跟人家相处要怎么调理好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同学来讲啊 他开了一家公司 那个来上班 上了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员工啊说 老板 你来看看 灰尘这么多 老板说怎么样 你看要怎么办啊灰尘这么多 到底是老板要去擦 他还是他员工要去擦 这个就是产生了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 这辈子要怎么过日子 所以职前训练跟婚前训练的教育 是绝对需要的 要不然你在第二期生命 你是日子不好过的 你不知道怎么协调 你在家里当孩子王 你到外面还当孩子王 谁把你当孩子王啊 所以第二期生命产生了 那有的当然很认真工作啦 可他不会认真 他不是不认真 他是不会认真 他的认真是偏了一边认真 结果呢他付出了健康 有没有 你看喔很多喔 付出了家庭 夫妻感情没啦 他因为他做事业没有错啊 把工作做好没有错啊 可是他忽略了 家里有一条龙 他每天回到家都变一条虫 那虫跟龙合不来啊 到最后呢 夫妻感情就破裂了 你要留意啊 尤其这种青年啊 一定在社会上是很成功的 很靓丽的 但是家里那条龙呢 成天在那边啊 这个补一点 那个补一点 补的肥肥胖胖的 这条虫回来已经累死了 对不对 那这种夫妻感情他怎么去弄好 是你们要修的课啊 在家人喔 多业障故就是这个业障 这两个人会弄不好 一定弄不好啊 所以第二个成本付出了 第三个成本是什么 子女没教育啊 子女你怎么教 你已经累死了啊 爸爸 爸爸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 好好好 多少钱五百给一千 爸爸会赚钱嘛 五百小事一千给你啦 真的是要五百给一千啊 这孩子一有钱怎么办 妈妈总不能够说 不行拿回来减一半 一半也不能用啊 对不对 所以只好一千拿去花 这一下子这孩子啊 就养成坏习惯 好了这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 所以他就把这三个 当成本堵下去了 第一个自己的健康 第二个家庭夫妻感情 甚至于跟父母感情 你都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子女 对爸爸妈妈 越来就越疏远 这三个成本是无可挽回的 这三个成本是一切幸福的基础 我跟你讲 事业不成功还不要紧 有个幸福的家 对不对 你事业成功了 那反而家庭破碎了 那你失业干嘛 你那些钱干嘛 钱是冷冰冰的 你真正所要的是幸福 温暖的家 没钱不要紧啊 可是年轻人是没钱就不够幸福啊 所以第二期生命如何调理啊 你所碰到的问题是很兼具的 到了第三期呢 要孩子长大了 你也退休了 可生命还在啊 生命不能退休啊 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找个道场 去发信当义工 因为这个时候的工作 不再竞争 不是为所得 第二期生命如何处理啊 生命教育的议题啊 这里就不谈啊 但是现在跟你谈的是 到第三期以后 你的工作不是为收入 那你就把它做得很完美 知道吗 有人来削铅笔拿起来 啪啪啪啪啪 动作越快越好 有没有试过 在学校我削一个铅笔 削四次就完了 甚至于还不要尽 尽比心尖 笨一点的就削五次 最笨的削六次 有的削了十几次 有些女孩子就 就削得变圆的一样 因为她很细心啊 男生不是啊 就拿起来啪啪啪啪 越快越好 就表示精明能干 现在不是啦 现在削铅笔是个享受 你有享受你的人生 享受你的生命 在这里享受啊 任何一件事情都在享受 这就义工啊 义工跟工作人员不一样 工作人员讲效率啊 那削一支铅笔 削十分钟还在削 那是义工 义工不管他 我削一个钟头也没你的事啊 对不对 这工作人员不能够说 看他削一个钟头 我也削一个钟头 那你一定还做啦 你领薪水的削一个钟头 人家是没领薪水啦 他发心来这里 他是享受生命啊 他是要跟众生相处圆满啊 所以当你这一集的时候 他会说快快快快去 可是他坐下来 他还是慢慢削 他讲过 过来跟你讲的时候 是四次五次就要削完啦 可是我跟这边讲的时候 一直比削一个钟头呢 你会说那茶姐 你在第二起生命 他在第三起生命 就差这么多啊 这本来就有差别了 你要看清楚啊 生命在这里啊 这种差别是正常的 你不要以为说 师父偏心 他坐在那里削铅 削一个钟头还赞美他 我还削一个钟头 就被K 还被T 差别你要弄清楚啊 是你糊涂不是我糊涂啊 不是我偏心啊 是你搞错了 你要做什么 你没搞清楚啊 当你能够了解啊 你就知道 遍地都是佛国土 因为不同的国土嘛 退休的人消签笔 跟不退休的人 没退休的人消签笔 本来就两个世界啊 那你怎么能够等量齐观啊 不可能嘛 告诉你这叫平等啊 你不懂的 也就是说大家都要一样 那是集中营 才叫大家都一样 在杂花庄园的世界里 本来就都不一样 怎么会一样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你用希伯来文明的大脑啊 要修行啊 想成就啊 门都没 不可能啦 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这种状况 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你不可能说大家都一样 要用效率可以啊 我们不是啊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享受 而这个享受不是花钱享受 花钱不叫享受 花钱叫消灾 有没有 那叫花钱消灾啊 哪叫享受啊 享受是不花钱的 所以我看到同修们在 在处理这地板的事啊 你看看 那种享受 怎么享受 那缝里头的都跳出来 你要是去请人家清洁公司来啊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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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两下子五分钟就完了 为什么它会讲效率啊 我们不一样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是没效率 告诉你正常 讲效率就不是到场 那叫公司 有没有 我弄清楚 它本来就有差别 所以来到这里 你会感觉到一份温馨 不是要打仗一样 有几个是要打仗的 因为他领薪水 这里温馨是义工 职员在这里工作 是要协助这义工享受的 甚至于我们还规定说 你是职员你还不能吃 义工吃的 那你领薪水跟人家吃什么 对不对 你又有这种认知嘛 你又到场都平等 大家都可以吃 你领薪水人家没领薪水 你搞清楚啊 对不对 人家出钱来你是领钱的 怎么会一样呢 你不把这种东西搞清楚啊 你就一定很痛苦 一定很痛苦啦 当然我们同学们不会去计较这些啦 对不对 谁知道谁领薪水 谁知道谁是义工 但是你领薪水的人要清楚啊 你不要看人家都一样 人家一样是人家一样 所以你是第二期生命的第三期生命的 对不对 弄清楚啊 英国我是跟你讲清楚 平等是什么 你要弄清楚啊 所以到第三期生命的人 他就没有挂爱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第二期生命的力念 而且又圆满 那第三期生命开始来修行 那就很快 前面之良道都去主打 你只要说 我一直都很失败呢 下辈子再修 这辈子你就好好撞福田 因为你一直都失败 除非你身心很健康 把挑战当做一种乐趣 失败没关系啊 可是你只要因为失败而扭曲 含恨压抑 觉得社会不公 人家对你不行 那你就完蛋了 你别想修行了 你这一修行啊 你就会做怪 为什么会有谋 为什么会有妖精 因为你扭曲啊 不是说不能修行 是你的条件还没具备 求法修行人人平等 但是时间不一定都一起 知道吗 因为这因缘不同嘛 你所具备的条件不一样 法的给予是一致的 可是众生所具备的条件不同 是在这里有差异的 所以你不要倒过来 倒果为因来讲 那就不对了 那不对 你把这平等的状况给弄清楚 你就了解 为什么 近虚空变法界可以 而对有些人就没办法 所以入三昧的人 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不入三昧啊 你就要很注意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谈的是 前面要结束的时候啊 谈到这个念念啊 这个一念中啊 这是我花园经常讲的 一念中 念念中 有没有 这个都是指啊 你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 因为前面讲的海印三昧 这个行法你成熟了 至少你是海印三昧发向以后 那么你来训练在生活中的 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入正定 这个叫做海印三昧 但你讲没有前面的基础到海印三昧发向以后 你是入不了的 入不了的 到实地以后啊 那个啊 海印三昧就不止发向了 它已经成熟到某个程度了 知道吗 我们现在至少要发向以后 那你海印三昧发向还没有的话 那你是不可能的 你正法型还是需要的 要留意啊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差别 你有正定发向 正定就是三昧发向啊 那只是正定发向 那你就要开始修出国 出信到实信 出国到是国的修行 要理念 那这个一定要正法型 这个正法型圆满实信 实信圆满为什么 以字为先导生与异业 这个地方完成以后 叫做海印三昧发向 海印三昧发向 那就是整个法界中 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啪 你就能入定 而且入正定 所以入正定 不是一般人讲的 哇 可以 你怎么可以 你有没有前面的训练 没有的话 这个是妄语哦 是妄语哦 所以前行是很重要的 在正定成就的时候 就正定发向的时候 跟各位谈的是能所 能所的问题 这个能 能所不是你的定义 能是praja 所是prana 能是般若智慧 般若的是空性智慧 能 所是真如本体 那个部分 要有般若空性的智慧 能够见到真如本体 这个叫做 正定发向 你还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 正定没有发向 你怎么发向 你怎么修行 你从哪里来 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当这个具备以后 然后 经过十个阶段的训练 从初性到实性圆满的 那才叫海印 滑岩海印三昧 我们简略称为海印三昧 也只有滑岩才有海印三昧 那到这个时候是你 你这个能所啊 从对立到合一到双民 然后八四转成四字 四字又转成一切字 然后在华元海印三昧的境界里 你的一切字变成一切字字 就出来了 那你是在这个时候 才有可能在生活中处理 所以这个念念中啊 一念中啊 是指这个部分 你的一念中念念中啊 不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不可能说在讲堂中 碰到这种一念中跟念念中 都要把这个东西讲一遍 这不可能嘛 现在是因为 语言工具的技巧比较进步 不要进步知道吗 不要点头啊 是我表达的技巧比较进步 才有可能用个一要十分钟的时间 把它讲一遍 在以前要讲之后 最少要讲五六个钟头 这个技巧就是 几十年下来一再的理念 一再理念 每一次都一箩筐 一箩筐我就这边开始 归纳归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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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些归纳以后的 再归纳一点 经过几层的归纳到现在来 这个是很核心的东西 这样讲你听得很高兴 这些回来就骗了 你回来结了软粉里 因为你要用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现在我来讲是已经经过 几十年的归纳了 那你要用起来哪那么容易 你还是乖乖的每个礼拜来打坐 听助教教你怎么做 先把外相定学好 学到某个程度再训练 内心定 然后再把内心定 外相定合一 要想训练内心定之前 就看你前行 你有没有上根发相 没有 没有就别想 所以这样到你要先具备 要具备 好吧 这个是把这个部分跟你先谈一下 那么后面他讲到这个 另一套语言模式 我们看看它的重点 那语言的转折在哪里 为什么它是一套语言模式 他讲到 于十方国土中行菩萨行 念念明达一切佛法 正念现前无所取详 在这种环境中 我们跟各位讲过 你是不执着 就好像你坐在地上 你不会执着一样 你本来就坐在地上 还执着什么 那屁股放在普团上 这个一定执着嘛 但是你的心不执着啊 对不对 有人来就让个位子嘛 这不是你的 你说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不是吧 所以你不会执着 好 我现在跟各位谈的是在这里 到这个地方啊 它的语言 经文的语言文字啊 是一个段落 那么下面呢 菩萨如是观身无我 这个 你要留意到啊 他入了这个境界 又做试念嘛 入这个三昧以后 他在三昧中反思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 讲到境界都被批判 因为你在境界中不会反思 不会反思 他这个地方不是想 观身无我 他在定中啊 这个在三昧定中的时候 脑筋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你首先在早期啊 那个正定的十个训练啊 十阶训练的时候 就检验你 你看得到看不到你大脑在想事情 看不到自己的大脑在想事情 看不到自己的大脑在想事情 你只有四果 四果知道吗 苹果 芒果 水果 奇异果 你得不到四果 阿纳汉 阿纳汉 西托汉 斯托汉 阿鲁汉 这四果你得不到 你只能拿水果那四果 阿鲁汉这四果你拿不到 首先你要看到自己的大脑在想事情 很清楚 然后你就知道 哇 怎么样不用大脑想事情 因为你看不到你的大脑在想事情 你怎么不用大脑 绝对做不到嘛 你只会说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怎么不用大脑 你肯定没有看到你的大脑在想 你又这个讲是讲看到的 你要去感受到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那个东西看到只是个形容词 你不要把它当动词 这个形容词你有很多形容词可以用 每一个用的都不一样 你感觉到 你体验到 你认识到 都可以 这词都可以用 但你就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大脑在想 看到你的大脑在想 这是初阶啊 到了中阶就是 哇 不用大脑 到了高阶啊 你的生命起作用 你就很清楚的 才能到达这个地方 观身无我 不是想一大堆道理 设身无我 不是 那都是大脑想的 这个地方啊 他很清楚的看到 而这个经验各位都有 只是你刹那中就消失了 现在要找不到 所以当师父在讲 我知道我知道 嗯 我知道讲不到 换你要讲 你就讲不到了 而这个例子 你都有经验 肯定有经验 没经验的不会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听我讲 我肯定你有经验 只是你讲啊 你的语言表达不到 你知道吗 那你就慢慢去摸索了 观身无我 见佛无爱 唯化众生 远说诸法 另于佛法 发生无量欢喜尽信 救护一切 心无疲厌 到这里是第二段 他的语言是这样 接下去接下去 这一段呢 是另外一个境界 这第二段 跟第一段的境界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他第三段讲啊 无疲厌故 讲到心无疲厌 无疲厌故 又是第三个境界 于一切世界 若有众生未成熟未调浮处 稀易于彼方便化度 这指总说 下面是北说 其中众生 种种因生 种种株业 种种取着 种种失色 种种合合 种种流转 种种所作 种种境界 种种生 种种梦 以大事愿安住其中 而教化之 不令其心 不令其心 有动有退 亦不疑念生 染灼祥 这个是一个境界 接一个境界 这是华严经理 很特别的一种 语言模式 它在境界的展开里面 它是一个段落 接一个段落 接一个段落 这些语言 一段一段 都有它的层次感 这层次感 就像竹子一样 一节一节 升高的那种感觉 你要注意啊 这是一种深度的问题 那么至于到哪个境界去 那不是深度的问题 那是种类的问题 你要到哪个境图啊 法界的哪个世界 哪个佛国度 那是种类的问题 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 一个深度的问题 知道吗 它到了这一阶 才有下一阶 到了这一阶 才有另一阶 这个就是深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看华严经经文啊 它不是像前面 跟各位讲的 都只种类的啊 我们前面有跟各位 讲过了这个部分 三界天 欲界色界 无色界 那是种类的问题 所以它应该是平的 像蛋糕一样切三块 有一块是这个欲界天 一块是色界天 一块是无色界天 那我们在处理的 不一样 我们传统从法界安利图 那是从那个 瑜伽师帝论上面来的 它的那个情况是 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一点你知道我知道啊 那我跟你讲这三个是 像蛋糕一样切三块来分的 那你就不知道了 这是种类的不同 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 是种类的不同 所以它这个图重画 我们是试着重画看看 是不是很好 有没有 这是欲界的 四成天 无色界的四成天 你看这个就 我想这三个是种类的问题 好 另外一个 法界中各境图啊 它也是种类的问题啊 不是哪个比哪个高啊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要到哪个世界去 它没有距离感啊 它没有距离 是我们大脑才有距离啊 我们说哪个国土到我们这里 要经过多少光年 那是你银河系的计算方法 法界的计算没有光年的问题啊 是你的性格相应那个国土嘛 你的性德相应那个国土你就去了嘛 所以这个不是眼镜高低的问题 它没有距离的那个 那个烦恼在 所以这是种类的问题 可是这个地方讲是深度的问题啊 深度就跟那个高度的情况一样 知道吗 而这个地方啊 这是一个方便用的 叶摩天 叶摩天这个地方是得定征 入定的一个征兆 多率天得定体 化乐天得定向 它画自在天得定用 那既然是这样 它就 你要把它分成这个高低层次啊 好像也可以喔 其实喔 不一定画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它还是可以画成直的啊 不一定画成横的啊 所以我们在运用上直的横的 你要知道方便 你不要把它变成意识形态 知道吗 所以它现在画横的也可以 因为传统就画横的嘛 你把它画成直的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只是个方便嘛 要怎么方便都好啊 是吧 就像你那挖蛋糕来吃 这样挖来吃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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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习惯哪一个就习惯嘛 不要变成意识形态 规定到吃蛋糕一定要怎么吃 那种蛋糕就太难吃了 知道吗 这是一种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 经文里头的告诉我们也有很多东西啊 是内北的问题 那么有许多啊 是讲深度的问题 这个是它的语言模式 这个是讲深度的问题 现在这一段是讲深度 那当你把这个 经文在表达的东西 这些背景啊 这些思路啊 这个叫思维脉络 思想结构 弄清楚以后 那你看就不难啦 不难啦 可是我们今天完全弄错啦 我说怎么完全弄错 希伯雷无敏啊 他不让你搞这些 搞什么 无所取诈 观生无我 见佛无碍 这种种阴生 种种注意 种种取诈 这什么意思 你一直去搞那什么意思 这就好像啊 太太说我感冒了 先生说 有没有发烧 流鼻涕 咳嗽 打噴嚏 好 去找某个医师 吃 打针 吃药 更精明的 打什么针 吃什么药 回来以后 看看 里面有黄的 红的 粉红的 白的 蓝的 哪一颗 哪一颗你不要吃 你比医生厉害 这叫理性思维的 就是希伯来文明的典型特色 那太太知道像什么 像小娃娃一样 好啦 去看医生啦 不看 不看那个老公会碎碎念 因为他爱你嘛 他不爱你就管你了 爱你一定会 逼着你去打针 吃药回来 可是你发现 当他在车上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 给他姐姐说 我感冒了 感冒了 我去上个月感冒 去年感冒 我发烧什么 很高兴啊 走一走啊 好 交完了 你现在要去哪里 我忘了 我现在开车出来 不知道开到哪里 感性的人啊 不用大脑 理性的人啊 用大脑 好 这个地方啊 他告诉你的 有感性的时候 也有理性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用理性 那就是讲堂用的 什么时候用感性 当然不会那么乱 你在修行的时候 就宏观的 禅堂里 就是这种思维脉络 思想结构 比这个文字的内容来得重要 知道吗 这一回我跟大家讲 文字内容是都没跟你讲 我文字内容只是带过去 重点我是跟你讲这个 思想结构 跟思维的脉络 欢迎经的思维是怎么运作的 主要是谈这个部分 所以 你这次来啊 算是大包小包 通通包了 讲到思想内容啊 就这些文字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啦 这里也不用再讲了 讲了几万个钟头 那个已经够多了 那再讲还不是这些字 慢慢转来转去 这里头字啊 在转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我在讲的跟大家讲的 大家怎么会感觉到那么惊讶啊 这从来没人这样讲的 你怎么这样讲 因为这个我听很多 大家都在赞美 不是我讲好不好的问题 我就会有一个疑情 为什么大家都不会讲 这是我的事啊 那我有责任要把那些 不会讲的人交到会讲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你要懂得你在所学的东西里 你有没有讲到 自己去探索到 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那个值在哪里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自己的值就在你的实力上面 你没有实力你就没有值啦 就可乐一到泡泡那么高 你看看 好多好多 一会儿 谁跟我偷吃掉 泡一泡就已经没了 没有人跟你偷吃啊 因为你是虚的嘛 你要死的就不是这样啦 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 先把这些东西弄好 我已经跟你开辟出来了 一个是中观论的思想 一个是瑜伽形的状态 瑜伽形只有你去实践 去兑现 中观论的可以知道 其实可以不知道 可以不知道 那你光是瑜伽形里头 它很重要的就是训练思维 正思维 有了正思维 瑜伽形 你一定得正志见 不会有错的 那有些动作会比较特殊啦 有些动作 比如我没有人指导 那我只有自己修 那我有正思维 所以得正志见 可以还是有很多习惯 因为我自己修的嘛 所以人家说 师傅啊你怎么奖金 常常这样抓 不然那钱要怎么 我只能不求人啊 不然我扬 你帮我抓 你这样那个唱功啊 唱功奖金说一定要打这样 手要打这样 要打这样 要怎么样 要这样 他有受过专业训练 他讲金一定那个知识啊 我没有怎么办 你叫我手怎么比啊 我当然这里行那里 甚至挖鼻孔 挖耳朵都来啊 这是不一样的 那叫习气 习气不要紧 当然要改啦 不是说不要改 但知见是最重要的 那你修行假如知见不对 你说你正经济得正定啊 那都是假的 因为你在正经济的过程当中 正思维也是其中之一嘛 所以你才有可能得正定啊 所以得正定也一定得正知见啊 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只修一半嘛 所以既然修正经济得正定 那正经济一定包含正知见 只是你语言比较不会讲 所以很多禅师通常不太会讲话 到最后不得已讲一句说 那就没来去没事情了 然后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就 无来也无去没有什么事 有的无来无去无待至 反正都你讲的 人家都不是这样讲 因为他没有读书 语言文字公底不行 所以他的语言就很草根 那你就从草根去解释就好 那没来去没事情 就像咒语一样 你没有办法解释 你解释就没味道了 本来用土话讲就很美的 给你这么一拳势又要押韵 又要七言绝句都都去了 所以中观论的这种思想 可具备可不具备 你要懂的 为什么要叫观双举啊 就是你观在行定在修的时候 叫可以辅佐你 其实叫在辅佐你的时候 也不过是正思维 产生正知见 这一方面在协助你啊 你在正精进的时候 观在进行的时候 是产生正定嘛 所以当你这边在进行的时候 你的正思维是在运作的 所以才会产生正知见嘛 那语言表达能力不足 那不足就不足啊 无所谓啊 但是他只要开口一定对 不会讲错 文字公底抢的人他会讲很多 糟糕的就是经常会讲错 话多必出错 你知道吗 那能不能够不讲错 那就是文字语言工程的人 他内心要经常战战兢兢的地方 好吧 我就把这个思维模式的部分啊 跟各位讲完了 透过这一段这个经文啊 不长 这个实行品的经文都不长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啊 很完整 也很完美 那刚好 这一餐啊 把这一行啊 这一位次啊 跟各位讲清楚 最后啊 他讲了 何以故 亦不宜念生染着祥 教化那么多众生也不染着 一念都不染着 这是为什么 怎么能做到呢 得无所着无所依故 你不要有所着有所依 你无所着无所依啊 你对这些境界啊 就不执着 自立立他 清静满足 这个 我想我们都想这样做 自立立他 清静满足 我要跟各位解释的是 自立这个东西 大家都认为啊 我应该先自立 然后再立他 自立再立他 自立立他 这个问题 不是你大脑想的 这是一种生命本能 生命本能 我相信大家 在很多地方 最典型的就是飞机上 那安全须知上面有一个 万一飞机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要穿起什么 安全的防护措施 对不对 那你要是带小孩子的时候 自己要先带好 再帮助他 对不对 你要是带一个病人的时候 你也一样自己先弄好再弄他 有没有 记得哦 记得哦 自己弄好再弄他 就自立立他 为什么 现在你说五戒 菩萨戒 是不是要先立他再立己 不可能 这是一个生命本能 比如说你遇到毒气 你自己要先带起来 才帮助他 对不对 现在遇到毒气 你再帮助他 帮助一半你就死了 你怎么帮啊 两个都死你就高兴了 对不对 防毒面具自己先带好 你在带的时候就防毒了嘛 即使有感染也一半而已 好了 你在帮他做的时候 你就已经中毒了 你还怎么做 两个都要死啊 所以你要知道 自立跟自私是不同的 自立跟自私不同 我常跟各位讲 自立是有可能 为自己的利益 最典型的就是公务员 我相信 讲到你纯属巧合 办公室的笔啊 原子笔啊 后来规定到 一个礼拜只能请你一支 不能够天天申请 因为什么 你天天都带一支回家 一个礼拜一支 你们一起玩 带回家 下礼拜再请一支 信封啦 信职啦 有没有 通通带回家去用啊 其实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公家机关准许你 要带就带吧 那个 那天谁送了一个余佑任的字来 余佑任平常写字练习 一定纠结你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代可以 为什么 那不管啦 这叫历史的工业嘛 那个时代也是这样 那这个行为啊 我们叫自立行为 什么叫自私行为啊 自私行为是会浪费 这是公务 公务不要管它 坏掉就算了 这个就是自私啊 你应该去把它做好 收好 但是你认为它是公务 就不管它 这个说明什么 自私 因为会造成浪费 糟蹋 所以自立为了你自己的需要 先把它完成 这是很自然的 吃饭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我只有一碗饭吃 那人家来淘气 我这一碗饭就给他 那菩萨可以啊 你在这世间不行啦 你给他三分之一就好了 你就少吃三分之一啦 自立 不是说没有慈悲心 不是啦 那你说啊不要紧 那我可以断食 晚上我可以吃嘛 中午我不要吃给他吃 那可以那是另外 可是通常在举这个例子都说 饥荒没得吃的时候 所以是不同的 所以自立跟自私一定要弄清楚 自立在立它 没有自私在施它 好像没念过嘛 那自立立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你要了解 你要懂得真正 让它生命的本能去做 就是清净满足啊 你不懂得这个自立 是生命本能的一种状况 你的自立就会变成自私 就会变成自私 我们在解释这个部分很难解释 常常会解释举例各方面 都弄得不恰当 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 大家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思考 好吧 这一会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新年期间啊 大家来要得大利益大吉祥 我想这个应该很够啦 这个思维模式跟语言模式 你能用多少 用多少 但是在今年之内 你尽量去思考这东西 家人有人往生啊生病啊 或要考取公民等等啊 你思维一遍回向给它 要不懂得思维啊 你再从头听一遍 十个小时的带着 听完以后功德回向 不可思议 好吧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